大家好,今天我蒸了一锅素包子,外皮洁白松软,馅料软烂入味,一起来做吧 先在盆中加入300克面粉,3克酵母粉,搅拌均匀 加入160毫升清水,搅拌成絮状 搅匀以后,下手揉成团 揉成这样光滑,中度软硬的面团 盖上保鲜袋,饧发至两倍大 接下来准备两个茄子清洗干净 先切成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后装入盆中 加入多一点的食盐,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腌出水分 再来准备两个青椒,先去掉根底 用刀拍一下 切成细长条 再切成小丁 切好以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把小葱,清洗干净,切成葱花 也装入盘中备用 腌好的茄子,给它挤一下水分,不要挤得太干 装入盆中 加一点生抽 蚝油 鸡精 骨香粉 先把它们搅拌均匀 加入切好的青椒和葱花 淋入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次搅拌均匀,馅料就调好了,放一旁备用 这个时候面团已经发好了 把它取出来,揉搓排气 拖成长条 分成大小相等的面积 取一个面积,切面朝上,把它整理圆软 再用手按扁 然后用擀面杖擀成边缘薄中间厚的面皮 擀好后中间放入馅料 压紧实一点,这样包的馅更多 用自己习惯的手法包起来 全部做好以后,冷水上锅 二次饧发10分钟 然后开火,水开即时蒸15分钟 焖2分钟,出锅 茄子馅蒸的时间长一点,会更好吃 这样,我们的茄子素包子就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这个大包子,个个白白胖胖 里面的馅料软烂入味,好吃不腻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